各位晚上 香港時間晚上10點半 今天是10點半和12點半 周庭和黃之鋒案判決就出了 當然這是九官 判這個 我覺得很直接 你怎樣看周庭和黃之鋒也好 這個判決絕對是除了九官判決 我想不到其他東西 我這一節 首先考試黃絲是甚麼人 我想我們要對九官有一個很明確的態度 香港法律界的人說不要辱罵法官 不要對法官起底 你跟藍絲有甚麼分別 如果香港不是太平盛世 當然你不要無故罵法官是九官 要尊重法官的判決 因為法官的判決可被公議 但不止於針對他的人 但問題是你現在不是太平盛世 你現在法律淪為一個迫害人民的工具 我只能說的是 我們是有責任知道這些 SOB的底 以及我們不可能再尊重法官 你叫我今天再尊重法官 你不要拿司法獨立來做擋箭牌 有部分至少這個黃絲 我看不到他是 是一個尊重司法獨立的人 甚至我可以說 以後是否要香港立來禁止 任何曾經擔任證司的檢察官的人 轉任法官我覺得可能要考慮這個問題 即是你做了檢察官的 你在中國管治之下做了檢察官 就不要再做法官了 永遠 甚至以後香港重光之後 做了檢察官都不應該轉去法官 因為這是有角色公道 你進行很多判決的時候 你會偏向你這個正司的交通事 這個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法官是要有一條特別的 你從巴掌開始 但你做了檢察官就不好意思 你不適合做法官 因為我們只會假設你一個釘官 黃絲的如果根據2013年 1月4日香港政府新聞公布是這樣說的 黃絲的1972年在香港出生 我大了五歲 大了六歲 1994年及1995年在香港大學 分別我到法學士學位和法學證書學位 即是PCR 2004年在香港城市大學 我到中國法及比較法學碩士學位 黃桂國梁美芬的弟子 怎麼會不會是九官 你很獨不獨獨 中國法及比較法 做法官 你沒有什麼 你打算做九官 是不是 2013年他做法官 是不是 然後他做檢察官 但我真的 你打算做九官的 這些人 拜低瘟疫想做九官 你叫我尊重他 尊重你好不好 所以這些人這麼難 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梁美芬教出來的 所以梁美芬簡直 如果真是日後要柳龍堡大森 一定有他的份 一定走不屁 梁美芬這個八婆 他教出多少人渣 拜他出來的法律界 他還有一個黃桂國 整個城大法學院那些 教中學法律的人 真的要逐個跟你清 那些 但是大哥 你現在就不明白 那些法律教育 全部都是一堆人渣 有什麼結果 對香港法治 還有法治 法治 法治變成殺學人民的工具 就有幾份 好 接著繼續講這個背景 1995年我召喚巴 1996年就做大藏私人職業 然後1997年 只是召喚巴一年 就加入政署做檢察官 2000年進升為高級政府律師 你這個背景可以看到一件事 這個人拜日一 因為沒有更多背景 這個人隨時是中國政府派的疫苗 長期 因為做了十幾年 做了十三年政府律師 那就專任裁判官 你怎麼會不是釘官呢 你想想 97年之後的政司 那些檢控多離譜 才可以 江岳市已經是仆街 檢控專員 江岳市 江岳市一定是仆街 江岳市 現在多親中江岳市 就是娶個差婆做老婆 這是什麼人來的 江岳市 老實說 我對香港這班人 我真的 頭都領 江岳市 一個很離譜的 然後 你去到 你那些新的檢察官 中國統治之下的那些 那些人 不知道全都洗了 很簡單 而是 他根本有一個政司的執行方式 你想想 警察妨礙司法公證 這是第一天的事 因為問題很久 警察妨礙司法公證 這個不是新聞 這個是很久 世紀的事 一直以來都有這個問題 現在就是 有些警察妨礙司法公證 接下來 你現在出現惡果 就是出現杜浩刑 黃絲 黃絲簡直是九官之霸 他之前判了多少手足重刑 我現在明白 那些九官是怎麼搞出來的 所以 也是為什麼 現在大家要研究這些法官的背景 因為 也很可能是 那些釘官 那些有可能 最終要有一個大型的檢控 所謂的大型檢控的意思 其實就是 我想要對這些官 最後 日後 要當他們是罪犯來處理 好像對付 納粹德國的法官 因為 納斯德國那時候 很多法官其實都是配子手 因為 現在要研究納粹歷史 你要明白為什麼要對付這些法官 納粹的時候有一個叫做人民法庭 當時的人民法庭那時候 很多的法官都會羞辱被告 所以當庭羞辱被告 所以你看到 鄭紀航的行為 鄭紀航的行為 即是走去 有一個聽將人士 當他不是聽將來判 那時候令我想起 就是 福羅斯勒 福羅斯勒是一個 人民法院的院長 納粹德國那時候 我想問鄭紀航的行為 跟納粹德國人民法院的法官有什麼分別 我看不到分別 因為黃司勒也是 黃司勒沒有那麼離譜 但是他手足判刑的做法也是一樣 簡單的就是做戲審判 你只是做戲而已 演員而已 這些法官 你用法的戲子來形容這些法官就對了 所以 我剛才說過福羅斯勒 他之後在審訊這個 索爾卿會那宗案的時候 那時候索爾卿會就說 你最後 你這個福羅斯勒 將會受到審判 我想上帝其實已經作出審判 對這個福羅斯勒這個法官 1945年2月3號 柏林空襲 福羅斯勒就在人民法院 進行這個審訊 又是想殺人 接著就 接著就 整對 接著就是 那是柏林最大規文的空襲 人民法院當然是空襲目標 那是 那麼 那是福羅斯勒呢 就是被這個 在法院那裡 直接被上面的那些糧柱 壓死的 他是一個柱藏物這樣壓 壓爆而死的 那時候他在審判 1944年7月20號密謀案 那些案件 那時候 那時候去 去 去做一下事情 要走 接著就 被炸死 就是我想 接著 因為這個福羅斯勒死了 後來西德憲法 那時候他在審被告 後來就做了西德憲法法院的法官 這個真的是上帝的判決 就是 有時候有一件事 我覺得 就是 東方的報應 西方有時候都講這些 天理論 所以那時候我很記得 講天遣論 那時候 一班人 圍攻我 和李懿 這些人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變 天遣論這件事情 我一直都相信 天遣論的某個程序 就是報應 報應也好 東方的報應也好 西方就是 上帝彰顯他的大人 簡單來說 沒事的 我覺得其實 黃絲的這些人 日後會不會慘死 也有機會 其實 現在你跟德國的人民 納粹德國的人民法院 遠長差不多的時候 那時候 我會覺得就是 就是 這個 這個 福外斯勒 這樣 福外斯勒就好一點 福外斯勒就 原來只是被炸死 但是 後來 這個不是被炸死的 後來 有些人不是被炸死的 有些人 你見到有些人 是 慘 是 仍然是 柳仁寶大審 甚至 被人捉去西伯利亞 也有 這些東西 公義 你 法官被尊重的前提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要說一句 你是執行公義 你才是值得 大家不是尊重你法官的人 是尊重公義 尊重司法公正 尊重司法獨立 希望法官不偏不倚地審案 但是如果你違反這些前提的時候 你只不過是政權造氣工具的時候 我們沒有必要尊重你 你是應該被羞辱的 你羞辱被告 人民就可以收容 這就是 所以我想 現在我們對這個法官 之前的起底 但是我覺得 最後最終要做的事情 其實我想在香港做比較危險 因為香港有一個禁制令 但是我現在是在德國 我可以坦白說 海外手足做的這些 將這些法官的資料 妥善分門別類歸建立檔案 跟著最終就是要求西方國家 不單止制裁法官 而且他們每一個審判 他們平日日後的紀錄 這些檔案是日後刑事檢控這些法官的工具 就算日後不能夠刑事檢控這些法官 他們的財產都應該沒收 然後賠償給手續 平日後人 這個是我很清楚的目標 簡單來說 應該要負責的人 必須負責 因為你不做這一步的話 沒有轉型正義 就是台灣 台灣的轉型正義的問題 在哪裡 因為台灣是國民黨主動交出權 結果就沒有做清楚一些轉型正義的事情 200殺人的人沒有審訊 參與白色恐怖迫害的法官沒有被捕 參與白色恐怖的檢察官警務人員都沒有被捕 這件事很差 我覺得這些人應該被捕 是我的眼中 我跟台灣人看法不一樣 我經常說台灣人做轉型正義不夠了 那些人問我 黃先生的腰球幾雅 抓了那些 好像 抓了當年有份 八十年代仍然在警總那些地方做事那些仆街 抓了他們 他們應該要坐牢 不坐牢也要賠錢 要去到這個位置 有得他們可以退休 吃18% 18%優惠存款 那些沒可能 這件事不應該這樣做 這些人應該要為他們的行為負責 你怎麼會有人做的仆街事不需要負責的法官 難怪有恐龍法官 是不是 有些人 這就是德國式的概念 德國可以完成整個 相對的轉型正義成功 其實有一個原因 就是 但是 當年其實德國人是要感謝九輪寶大審 那時候 當時 尤吉爾就覺得 用什麼審 殺X世界 他們就算 但是尤吉爾做事都很重口味 很直率 他不是很英國的這件事 但是 不是 問題就是 那時候美國人堅持要審 因為美國相對是左膠 但那方面也好 根據九輪寶大審的過程 一個公正的審判過程 大家知道原來 司法界有這麼多 黑暗的人 黑暗的事 我可以這麼說 我想我們需要某種程度上 好像法官審判的九輪寶 我們是為日後的法官審判做良好的準備 因為你不為法官審判做準備的話 你這個資格是很難搞的 所謂的九輪寶後續審判 有些人 你不要搞錯 就是 九輪寶審判和九輪審判 它有兩個審判 有一個是後續審判 但是很奇怪 我經常覺得維基百科 一份垃圾百科就是這個原因 中文版的維基百科法官審判 是沒有了有關資料的 為甚麼 之前還可以指到正確的地方 但是以後用英文去指 究竟是不是有人怕 日後真的會有人來法官審判 你記住 那些人民法院所謂的院長 法官那些 全部都被判刑 全部都被定為有罪 因為很多就是用這些法律為有 當然 有不少是終身監禁 未至於去到死刑 未至於這個位置 但是我想其實這些所謂的法律 法律公正來說 我們現在今時今日去到這個位置 最後這一段我會說的是 法官未必全部是罪犯 但是審判過手足重刑的一定是罪犯 這個要很清楚 這個我從今天開始要去說 所以我們就要為這些法官 建立案件 建立案件的目的 我們口愛手足做的一定是 基本目的就是為日後檢控 這班人渣做準備 以及沒收他們的財蛋做準備 所以台灣的情況是很不理想 為甚麼台灣的司法一直都有些問題 其中的原因就是 以前的法官沒有人清算過 那你就很難建立一個新的標準 無論如何 歐德國的司法可以重新建立一個原因 就是那次劉倫堡大審 就是劉倫堡後續大審 對法官的審判 是清理了這些罪行 以及清楚定義了甚麼是法治國家 甚麼是非法治國家 可以不承認非法治國家的判決 也沒有必要再跟從以往那些愚蠢的做法 只可以有重新開始 只可以確立保障人權 當然台灣這個情況就是 台灣可能要過多幾十年 因為台灣的華籍問題是一個問題 但是 法官建立檔案 清算他們做甚麼 這是第一個 當然 土共也要找文革手段 想搜集皇冠的檔案 然後去批評他們 我對那些黃色的法官 我的看法就是 你辭職 留在法院系統做甚麼 你辭職去移民那個 你無謂跟這些 無謂跟他們做髒子 即是石手 何必呢 即是 為甚麼哈夫納 哈夫納 即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的作者 他 其實沒有必要流亡 因為他不娶他的猶太人老婆 他血統純正 又讀到書 他做法官沒有問題 但是哈夫納這個人 很明顯他看到一件事 當然他覺得納粹是一些很好的人反胃 你跟一些人合作的結果就是 你自己最後 是的 你那幾年過得很開心 生活很好 問題就是 你戰爭之後 你一定會失敗 希特加這壇事 最後你想想 哈夫納沒有做法官 但是他成為 德國戰後 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 和歷史學家 最受歡迎的作者 他經常上電視 我後來才知道 他經常上電視 在德國 德國的電視節目 他都有參與做主持 或者做嘉賓 反之就是 跟他童年 一起做法官的人 後來進入法官的人 不是死了在前鎮 就是被人視為罪犯 然後如下大半身 不受到尊重 那 你要選甚麼 你要選甚麼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這個中國 這個統治 對香港 不會保持久 歷史是一條長河 你做這些判決 黃絲的依人一定是遺囑蔓延 不用說 我真的欠了甚麼時候 日後有甚麼大審 他被告 然後被重判終身監禁 我正在等這一天 我真的等這一天 你今天判黃之鋒周庭有罪 他日就是人民判你黃絲的有罪 而且不是判十幾個月 這麼簡單 我覺得其實終身監禁 他都應該值得這件事 我覺得 不終身監禁 你這樣 紐倫堡大審後續審判 人民法院那些法官 大致上 如果被判有罪 都會判八屋七屋 你想想 大家應該對鄭幾航 杜浩瑩 黃絲 這些法官 究竟是應該被 一些蘇文龍的人渣法官 究竟他們這班人 究竟會值得一個怎樣的刑期 其實 但是我想 在這裡 大家心中有數 但是我們現在就要做好 建立法案的準備 我們不能夠重複台灣的教訓 我們要向猶太人學習 向那些納斯亨特學習 要對付人渣敗 為手足報仇 是要有猶太人那種態度 我覺得這件事挺重要的 所以這一集我是學過的 讓自己冷靜一點 始終我住在德國 都要學習一些冷靜的態度 去對付這些人渣敗 今晚第一次去到這裡 第二節 香港時間晚上12點半 還有一些 為政策說 那一瓶